- 其實你有跟我聊到關於創作或者是說創作的那個關係 那你也會覺得這個圈子內跟圈子外裡頭的其實有很多跟創作有關的事情 但是它不被納入在裡面 對對對或者說我們不一定要聊藝術才可以做 或者反過來是身分的問題 身分其實也不是真正一個藝術家的工作 它能夠做的這些工作本身那才具有意義 所以你可能在很多不同的人身上或不同的行業上面 都看得到一些新的或者是具有不同意義的東西跑出來 那那個可能跟創作都很接近 基本上它就是創作的本質 那所以你提了這個題目 我自己也在想說 其實我常愛創作作品裡面的這種 某種比較像缺乏或者是 缺乏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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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麼物質的 或者不要那麼找路去 去進入這個工作 這個藝術的這些過程 對 所以當我的工作裡頭的一些不一樣的過程 其實都也都是希望 在自己的工作裡頭放鬆 擴充它 擴充它 那這次 你出了這個題目 其實你也講到 其實講生產物 或者是物的一個概念 那我就想說 那剛好其實 打燈這件事情 它基本上是正的物質 如果說在這畫 因為它只剩下修飾它的工作 那對於原來要生產的東西 反而有一個 反過來去觀看的機會 對 那空間也不會 就像要被當成是一個 一個載體 要 為了要點綴這個作品 它變得很均實 或者變得 好像要移退在後面 反而是空間亮的 作品是 是有點暗淡古往的 對 教授 那個 很熱 等一下 在20個燈下面這樣講 對 是你單一作品 你沒有用最多燈嗎? 對 其實我單一作品都沒有用燈 對 能夠不放光燈就不用燈 但是 也常常會有人會覺得說 這樣好像不知道作品在哪裡 那這次剛好很怪 這樣作品確實在沒有光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就很 很均實 也很 好像那個陰影打的也覺得蠻 蠻辛苦的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 能用到很多燈嗎? 我覺得 最有趣的不是 就是說你意圖打出這一面 以外的那個東西 反而被看得很清楚 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它其實是 就是怎麼講 它是一個 它是一種負的雕塑 你知道嗎? 負的 就是說影子這件事情 本來在這裡面 它其實就是一種負 但是說負的之外 比如說它讓 有了燈自己的穿景 上面的那些結構 燈架 反而被打得非常明顯 然後打得比陰影本身還要明顯 就是陰影本身 它是一種 就像你櫥窗裡面 我就覺得說 為了從櫥窗裡面去 製造出來的那個過程 其實它反而反應出 就是說你在 有時候創作本身 那個創作最終出來的生產物 其實 雖然說它好像是一種證明 可是其實它背後的那個東西 的過程這件事情 其實 常常是被忽略的 對 我有發現你好像玩得蠻開心的 因為你 因為本來上面還沒打的時候 你就急著說 欸 上面這樣也很漂亮 上面 可是一般工作他會覺得 這會穿喔 這會穿 這可能會 會有蝴子 或者會跌在一起的狀態 那這個 這其實也都剛好反應 沒有全部看東西的這個方法 那個 那 有機會 玩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遊戲 那 那可能就會 就是 覺得會 有點樂趣 當然我覺得切入這個陰影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是事實上 它還是需要很多技術 包括很多去調整那個 每顆燈之間的 出現的不一樣的 的一個 累力度 或者是怎麼樣搭它 它會出現 也比較好的 那這個其實都像 呃 一個工作技術 但是我覺得你說的這個匯化性 我覺得是 我把這個陰影它變得像 均指到一個像 有點像 有點像 上了一個飲料 或是上了一層 一層 的一個想法 那 而不是 就是 用一個 一個 一個炫機 不是一個 太有特殊性的一個造型 或者是 比如說 你有沒有講到 就是 或者是 你說那個土地翻轉 對 它是要在裡面環有 一個 一個邏輯 或者是在變成這樣 雙重性 雙重性 對 所以我還是希望 它的深刻性 是來自 它跟我們平常 看東西的方式 那 那 能夠 真的 退後到 呃 連空間 本身它都 它都 被彰顯出來 如果像你看到這個燈架 然後 或者是 周圍的這個環境 盡量去 去讓它提醒 嗯 對 當然 我覺得 我自己是最喜歡 因為它就是沒什麼 Niver 那它才會顯現出這個東西 就是在我們的其他工作部 嗯 就其他的這個 在這個行業裡頭 有這個關係啊 嗯 就是我們要的其實 不是那麼物質 不是那麼具體的 不是那麼實際的東西 嗯 看起來是沒有用的 但是 它就 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顯現出它的 一個不太一樣的狀態 嗯 但我們要的是這種狀態 或者是 有沒有可能逃出去 或者是因為洩漏一個 嗯 比較不一樣的看法 嗯 我覺得像 那個啊 其實也在講 那個 人類的文靈 就是從那個 懂得用火 然後在洞穴裡面 嗯 就是在講 那個洞穴域 那個事情 然後到後來 其實人 為了這個東西 發展出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 某種 光的那種炫技 嗯 好像也反映出 我們現在 文靈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可以把它做成這樣 我們可以畫 然後這件事情 就是毀到 光的那個故事感 是 因為我覺得 就我們自己觀看 就是 工科技 然後光 其實它 除了一方面 代表一種定步 那 另外一方面其實是特別娛樂性 嗯 對 那這個娛樂性 對於創作 剛好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底效 你不是 因為它的娛樂 只能夠帶給 比較感官上 或者是說 比較表面上 得到一些刺激 那其實光 它有太多 太多 在從科學 或是從 精神上 嗯 它有很多很多 很深刻的東西 在裡面 都是非常深入的 研究在裡面 對 那如果它變成擺得過來 它只有我們現在娛樂性的話 就比較可惜 嗯 嗯 那 對 所以就是說 這個作品 如果真的要講說 這個 這作品也是一種光雕 只是它光雕 到一種最普適的狀態 對 然後它不是 然後 你要的也是一種 不那麼確定的精準感 因為現在所有的光雕 它要Cue 然後它要製造出一種 然後 文明累積到極致的 還有魔幻 但是現在這個東西其實 讓它歡迎 我覺得對應到你說 那繪畫的那些事情也是一樣 就繪畫進入到那後來 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擬真或魔幻都有 但是 要把它回應到那樣 同時是這個 就是 對稱摺別到這兩側 嗯 當然我自己是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 有個部分是 感覺上它不是真正的理性的 包括廢畫本身 我們剛剛看到廢畫戲 感覺 你得出來的一個結果 嗯 那當然要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它也會出現 比如說這個 它這是 我覺得也是不錯 因為它還有一些不確定性 比如說它 它有櫃檯的光啊 還有現場的晴天的光 今天晚上的不太一樣 嗯 對 那還有製作別的藝術家作品 在發關 對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不一樣的參照 跟一些因素 一些不太確定的因素 嗯 那這個 這個也是我覺得 在現場空間裡面 我覺得 比較有趣 如果 很享受這個 這個 過程 就是 它好像會 看起來像有點干擾 或是有點擾動 如果 我的想法 但是它 它不見得 不見得一定要 是一個形式上的完美 或者是一個狀態上的一個保證 一個保證 那我覺得它 那有一個不太一樣的補助 對 是透過 嗯 一些 一些 現實的機制 或現實的狀態 出現了一些很難 所以 千山 敵 很奇怪 均唔 蠻 瞬 你 感谢观看